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又到了今星期的国事同学会 今天由国事同学 Victor吴可遇 他以前也来主持过 今天讲的题目就是 港中关系系列很认题 香港大学与中共中央的关系 我写了一个很少的标题 就是计算李嘉诚医学院 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 香港大学正式证明为 香港李克强大学证明这个风波 其实上两个星期开始讲 上星期我也有不同的嘉宾约了 免得改 但谁知道这件事件 真的三个星期过了之后 仍然是一个话题 这个都蛮出人意表 当然了 其实坦白说 现在的焦点都不是 港大讲的警权问题 比如 因为阿吴可遇是 这个校友 我想听一下你 和你应该也有 和你以前的朋友 校友会分享这件事件 刚刚三个星期之前 看到李克强访问 有这么大的警队阵容 去保护这位政要 有些学生被人 明明是示威 被人拉到后楼梯 对 整件事件 到三个星期之后 当时和现在的看法 你有什么感受 有什么感受 我自己觉得 最主要的问题 就是保安出现了问题 保安出现了问题 实在太多警察 布防在校园上 你示威 很正常的 就是想对着你的目标 李克强这个人去示威 这件事就是考你的技巧 你怎样可以同时间 又可以被示威者 看到 大家双方可以看到 李克强又见到示威者 示威者又见到李克强 在他可以示威的情况之下 又可以保护到 这个 政要的安全 李克强的安全 其实他的安全员 没有问题 因为没有人想行食他 只不过有些尴尬的场面 被人扔中 被狗饼扔中 被机扔中 就是碰了一点点 避免这些情况出现 这个其实是考警方的智慧 这是一个 主理技巧 不是智慧的问题 就是 当然 如果现在警方这样做法 就是派重兵 处于港大的校园 将封锁的禁止区域 过得这么大 证明是一个无脑的表现 这个就是 其实港宗关系要探索的事情 就是说 我读书的时候 我1997年到2000年 在成大 到公共及社会行政的时候 我们有个名字叫做 命令大四顺 其实当时我们也是一个讨论 不是说 那么多实质的例子 当时我们会担心 香港回归 会讨论 会有很多东西 越来越大陆化 或者贪污 各方面 就是说贪污好笑 就是 廉署捉虫 陈超雲 就是 有机会我们再说贪污问题 但是 到现在是越来越多的证据 证明了 香港是 社会民生 我不要说了 我只是说政府 加上学府 都是大陆化的意思 就是 如果 不可以这么说 你说警方要智慧 他不是想这个是否智慧问题 他只是想 内地公安用的一套手法 他只是照版煮碗拿到来 现在又有黑影事件 党镜头 内地公安就是这样的 你来拍就遮住你 拍什么 你见那些 那时候我看的新闻 跟内地看新闻一样 比如有时候 有些什么 赵连海 突然变成香港政府广告 不不不 我有时候看的新闻 就说 有些什么敏感的 有些法庭开審 有些记者 又说 围住你 不让你去拍 不要拍 香港政府广告用了这个 第二个问题 其实到底 香港大 警察 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这个大学的校长也好 或者大学的管治者也好 其实我觉得大学不是只有校长 有很多高层的管理者 他们 容不容许 给 其实不可以 这个问题 就是警方安排得是笨 但是 其实到底 大家探讨一下 这个问题 到底大学 是否容许 给警察 任他来 你认为 对 我觉得 当然 警察 不可以任意 是的 但是 其实大学 是否应该有个 自己的判断 是否应该这样说 其实我觉得就是 就是 你说 如果有 就是 应不应该请李克强这个政要来 其实我觉得 不应该请他来 你以为 请都不应该请他来 是的 请都不应该请他来 好了 为什么呢 为什么不应该请他来 因为 就是 就是一个 港大一个做学术的地方 是的 你应该是 请一个八周年校庆 我觉得应该请一个 特高望重的一个学者 哦 来到 例如一个 诺贝尔 哦 就是 拿过 物理学奖 这些学术奖 学术地位 崇高的人 主持这个八周年的校庆 就比较适合 哦 就是不是 找一个正义 不是啊 李克强都有很高 学术地位 不知道是什么博士 他是 不知道哪间 北京大学 还是清华 经济学博士 但是他来不是以学者身份 对 他不是一个学者身份 对 他是一个正义的身份 你看到 他坐在陆佑堂里面 坐在中间 他都没有穿到学术 他只穿西装 就是一个政治人物 其实那张照片 哇 那个校监椅有个高座 是 好像有一个皇帝椅 是 大家如果有看《Harry Potter》 那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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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那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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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作为校友 你看到这样的画面 你会想 我 就觉得不太开心 是 就是 伤害了港大厦 校友人文的感情 是 是 是的 是的 但是 你本身是 请一位这样的政要主持 一个这样的意识 已经是不适宜的了 但是 意思就是 其实 你请 嘉宾叫他来是没问题的 可不可以这样说 但是 你请他作为一个主礼人 就不适宜 可不可以这样说呢 都可以 嘉宾就不应该请 嘉宾其实也不太适合 主礼人 一定是不适宜 更加不好 哦 这个是第一个问题 但是 既然请了 那 我的意思就是 大学的判断就是 大学不应该判断 在89年就找一些政要来 第二 就算请了 我的意思就是 但是 其实现在有问题就是 警方的责任大 还是大学的责任大 但是 我觉得 大学应该是 责无庞大 就是他不可以推舍 当然 就是 纵使 现在事实 还不太清楚 是的 就是那个事实 但是 纵使是警方要求 就是 港大加强保安 要求多些警察 我们要进处校园 其实校 就是 就是 阿方应该是 可以拒绝的 是的 但是 另一个问题就是 我有思考的问题就是 我觉得 就是 除立之校长 我觉得很失态 很失态 就是 他之后 连续发了很多声明 但是 我也忘记了多少声明 很多个都 有点混乱 但是 我有个感觉就是 就是说 好 你要是 你做一个 所谓的 我们认为正常学者的风骨 就不应该找一些 正要来 反过来 其实 你作为校园 你觉得他是 他是没有一种 我有三种可能性 一种可能性就是 他真的完全没有一种政治智慧 总之说 因为 李克强访港行程 一定不是他安排 可能有些高层安排 其中有一站 就来港大 打个转 你来招呼他 OK 这个可能是这样 刺激第一 可能他完全不知道 他就想不到 原来有警察感到 总之有人来 我就招呼他 这是第一个可能性 第二个可能性就是 他真的是 乃阿尔鞋底 我是做奴才 那没问题 我又这样说 如果有个人 摆明找食 出来找食 做奴才 我是要招呼他 我就是要 就是 过游 不是过游不及 我就是要 做奴才 最重要 你一定要做 做到尽 是吧 例如以前 李年英那些 慈禧太后 做到没那么绝 你是要绝 表示你忠心 我又觉得 这件事 我又理解 我又不会理他 是不是校长 现在的现实环境 就是大家都要 要批评 鞋底 我又觉得没有问题 如果你是这样 你就应该要 戚拆骂你的人 喂 喂 我要保护他 你干嘛 你这么傻子 你真是游行小 你平日游行小 平日被你游 现在我们 即是你不要 即是你又做表子 又拿正正鞋坊 即是你 我又觉得这样 即是你 以你的判断 你觉得除立之后 是第一种 还是第二种 我说 即是 第一种 即是 都信他 因为 即是在港大三年的 经验 我看这个人 都是 都是一个很 純品的学者 我给他一个 什么 的留言 即是你觉得他是很純品 是 即是 即是 即是他 但他是否高级的 即是他 他不高级的 即是 即是我有一次 在Starbucks走过 因为很逼人 我撞 在港大Starbucks 对 我迎面撞了他 即是我看不到 前面那一刻 拍他 他也挺高的 即是 我突然撞了他 我才问 原来是校长 但 那为什么我这么说 因为不是我撞到他 因为他 他有一个研究基因 是 即是理科出身 biology 基因的一个学者 是 我想他对政治问题的 敏感性 真的不是很高 哦 是 但是 那 我们一开始 就要探订另一个问题 就是 我以不可以来说 即是他做校友 那他又真是 撞过 也有一定的接触 是吧 那 但问题是 可不可以这样说 就是说 现在这些大学校 可能真的 不是纯粹可以一个 很纯品的学者 可以升任到 因为 是的 我也觉得 因为现在你大学校 其实很辛苦 因为他其中最重要的工作 就是周围囚 囚囚 那 就算你 即是 你不是 刻意 要做奴才 要做 要做 基于 你需要 去籌款 那你就接不然 你真的需要 面面俱原 跟不同的人 譬如说 但当年李嘉诚 英学院 不是徐立芝 是上一手 是吧 我都不太记得 好像也是徐立芝 不是太过 记得 这个也不记得 即是说 当你要筹款的时候 你只不然 喂 你一定要跟权贵 是打交道 是吧 你要跟权贵 打交道的时候 你不可能 下位 好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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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这样 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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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通常去到权贵的聚会 那些权贵 都很怕见到 那些校长 是 就是要扔心口 哦 哦 其实这种是 又关系到 香港高等教育政策的问题 就是因为 董建华年代 因为金融风暴 借这个理由 就断了 不值 教育学院的例子 就断了三分之一的 不值 教育学院就断了三分之一 是的 不可以在教育学院 正在做研究 但是 那不是很麻烦 是的 那现在张炳梁 他做了些什么 现在就加一些 张炳梁 那朋友是否也是做筹款 他应该有做筹款 但是他这么多工职 工职王 不知道他做什么 哈哈 但是 以你所知的 就是说的 教育院的筹款能力 就是 但是肯定不够港大 也很厉害的 那肯定不够 是的 但是 能够不够千世呢 这个教育院 应该也够的 不过 至少你有粮出 也有粮出 那不要理他 那我 不如说回港大 是的 或者说回 就是 就是整体的高等教育 那个政策就是 你逼着那些人去 去筹款 去依附那些权贵 是的 那 那 那 你 怎样说呢 就是你可能真的会 有些学术自由 是的 因为你那个捐款 就是你捐款 那个人是有 条件的 或者 或者 大陆的筹款 和我们看 港大使已经衍生了 有些什么问题 我们下一节 回来继续讨 OK 回来第二节 刚才我们说了 就是 港大证明事件 就是 李克强 香港李克强大学 当然 这三个星期 我们讨论的事情 不只是 那一天发生的事情 我们 就是很多的事情 其实 这也是一个国事 其实国事就是一个 国家的政策问题 是吧 就是国事就是国家的政策 如果大家查一下字典 其中一个 我想 大学的政策 对一个国家发展 是非常之重要的 是吧 就是你培育的人才 其实 以我所知 现在 譬如说 一些先进的国家 譬如说英国也好 其实也是 出现这个级預算 是的 英国也好 很多大学生 就跑出来示威 是的 我真的不明白香港 经常说 英国的大学生 冲任保守党总部 是的 但是 这个 因为 我不可以 是 Degree那时 都是读 正正 是吧 其实有一个 公司管理人士 就是说 现在 政府尽量用一个 就是 市场 做生意的方式 做 表现很多budget 是吧 是吧 其实 这个是否可以反映到 其实这种 管理模式 根本就是 错误 如果 在大学的教育里面 可不可以这样说呢 我会觉得 不太适合 是的 因为如果 你用市场模式 去刑困大学的话 市场 就最想 有什么 有什么 即是 很多人都要见到即时的成效 例如 一些研究 研究成果 什么时候可以 转变成一些商品 推出市场 是的 其中一个结果 其中一个结果 你资助的研究 都是一些应用的研究 应用的研究 就是因为 尽快可以用到 或者可以推出市场 但是 变成一些基础的研究 例如理科 例如物理学 例如理论层面 理论层面 或者哲学层面 的东西 就是 那些 就是 我想大学是分两个部分 一个就是 一个 一个理论层面 一个就是 一个实际层面的东西 这两者 一定 社会要 發展得良好 要两者 一定要并存 不可以失衡 是的 然后 为何大学做的 其中一个很重要 其实真的要 有些人 专门在想一些 理论性层面的事情 好像以前 苏格拉底 柏埃图那些 就是 在想一些问题 或者 在思辨一些问题 需要有些 空间 养一班 学生 可以这样做 但是 在New Property Management 的情况下 当大学是一个 市场化 无论是筹款 做研究 或者是 收学生 都是用一种 市场导致的方式去做 就没有了那种 哲学的空间 就是大学 就失去了 它的意见 其实变了一个 类似职业训练所的 的情况 就是 你看到 香港大学 前几年 就说 杀了这个历史系 最后都没有杀到 但是 其实 他已经 剪了一些 人员 已经剪了一些人员 另外 中大 你见到 文化研究系 和宗教研究系 合拼了 这样的? 是的 合拼了 雖然两者有关系 但两者很单独 不同学科 是的 其实 都可以合拼 但他吸引了 可能他的钱 就少了 哦 那就是说 如果这样 你 戴文化说 昨天应该是 大学 政府有 一个原忍不绝的 撥款 就是 这样变得来说 就是 那些校长 那些校长 不用下 又要走出去 衣服拳鱼 是的 其实我觉得 筹款是可以的 但是 我觉得最 大陆最主要的 撥款应该都是来自 政府 政府的撥款 应该 而这个政府 是因为 如果是民选 就算不是民选 政府是人民可以直接 去监察它 就是有一个 是 就是 就算是 政府撥款 大学 也不需要 受政府左右 就是因为 总之 政府一定是愈不淺 但是政府的 政治官员 就不要去管 那家大学 是吧 純粹是 你撥款来来来 你也要禁制 是吧 就是这个意思 或者 香港现在的UGC 的制度 其实是类似 一个白手套 就是政府 撥款给UGC 是 而UGC 是一个 所谓 半独立的 机构 那些人 不是官员 而这些人 就是 香港就比较怪 主要是商界人 是 而应该主要是一些 学者 去评审 批一批 批钱给大学 或者大学申请了 研究计划 由那个委员会 去评合 究竟这些研究计划 是否值得做 就批钱给他 就是一个比较独立的机构 去做 哦 那我们 讲到大学的问题 其实 如果你说港大事件 牵涉到的问题 就是 那个 警权的问题 这是 不断地 这段时间也讨论 今天又会有人去示威 就是 反英抗暴 就是 英是 曲英 就是 曲英 但是 因为 我问一下 是否可以 你最近做一些研究 也是研究 一些 是否清零人搞运动 正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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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如果你以 我们的角度 警察一定是 一定是 做得太尽 但是 你觉得 现在香港的警察 是否 就是 就是 变成了一个公安团队 可以这么说 都有少少这样的倾向 就是 就是 我觉得你说得对 就是 他是越来越 就是 越来越害怕香港失控 越来越害怕香港失控 那就 就变了他 越来 就是 有少少示威 他就很敏感 就派很多人 去拍摄你 监察你 是 但是 就是 我认为 互动的关系 就是 可能 就是 社会矛盾 加剧了 就是 贫富懸殊 民主化慈 都不理 是 那些问题 就令到 有一些部分 社会上的部分人 採用一些 激进的手法 去争取 那 警察就 自然 用更多的人员 去阻止你们 跟着 就会 就是 示威的人 用可能更加激进的手法 是 就变成了一个 循环 但是 就是 因为 發展到今星期 又有封回路转 因为原本 其实很多人一致 是 社会普遍都是指控警察 但是 因为早两天 这个谛保机制 又出现 咨询会 又出现 一个风波 是吧 可能 因为 那个情况 就是说 在一个科学馆 那个会场 那里 就 原本 就剩下很多空位 那些空位 留了位 给一些 一些的 亲建制派的人 那些人的动员 是去的 但是那些人未到 但是 门外 已经有很多 很多人想 表达意见的人士 在门口 那里面 那麽多位 你怎麽不让人进去 你留下位 给那些人 出现某种 猜错 然后出现某种冲突 有些 推门 和一些 保安职员 有一些 肢体上的 一个的冲突 那就是 整个社会 又出现 这些人就很暴力 所以 警察就对了 你问好 我觉得 真是很白痴 我见到 现在香港 这些真是 所谓的 内耗不断 就是这样的意思 两边 其实在骂 其实没有意义 骂那些人 坦白说 我说来说 有什麽暴力 我扭开电视 看看欧洲 欧洲有文明 欧洲就是文明先驱 就是文类的复兴 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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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欧洲 人家最文明的地方 人家一示威 又会打 法国 那些 你问我 香港警察 是不是真的很 卑劣 但是 如果你跟内地公安同志 比 或者内地城管同志 比 香港警察 又真的差一段 人家真的吐你 大哥 喂 你那些港大学生 人家呢 我觉得你香港公安 真的做得不够绝 你怎样 给人家呢 忠目其为 拍着你 推过学生去后楼梯 你应该 第一时间 打烂了警察的镜头 记者的镜头 先拘捕所有记者 先 拿些棍子 不 不用警察同志去做的 你警察应该招聘一班 我去判 如果香港这么喜欢 我去判 是吧 我去判一班城管 打走所有记者 你又会被人拍 我觉得香港警察真的很愚蠢 你做些什么 你会被人拍到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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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搬人走 我觉得我又不是问题 如果你真的学公安 你学尽一点 对吧 有全世界被人拍到 你的黑影也是 黑影也是 黑影也是 黑影时 又会被人录到 那个警察说 还要搞电话 一手卡住了 是怎样 一拨的时候卡住了 在那个摄录机那里 我又觉得 真是 我又觉得真是 香港的 那些警察大问题 现在真的出现了 一个这样的情况 就是 每天就是 在那里互纳 那些人又在骂你 骂你 骂你 你这些人很暴力 是吧 另外有一些人又说 不是呀 其实本来是政府暴力 因为政府为何搞假之喪 是吧 那麽麽麽麽 那麽麽麽 那麽麽麽 那麽麽麽麽麽 然后是 两个 Pittsburgh 外勇 也是有提普机制 又有宽快咨询的 很多关系 关圆性 支持和反對的人 在這三件事都牽涉到 主要香港的泛民 利用泛民或親建制派分分 三件事都關於兩派人的衝突的事 國民教育 外傭 泰保諮詢 所以很戲連場 你問我真的很無謂 當我讀國宇都是國泛同學 找一些嘉賓 有講一下我建國的方略 我覺得這幾件事都是白癡的事 首先泰保機制 我重新回到立場 沒什麼好說 首先 有個人辭職 保宣是很正常合理的事 但當然 如果給你代表債 那你就可以 名單 都可以 但問題是 整件事的問題是 為什麼人們要這麼興奮 取消 整體 那些人要反對 因為 你這樣不讓我們搞 變相公投 我覺得那些人 反對者是愚蠢的 我們不是要爭取 變相公投 是爭取 補選 是要有公投 是 當然 你想想 那個概念就是 為什麼那些人很興奮 政府推出 因為當時政府 說要有所流動 就要搞 替補機制 因為 人們會藉著這個替補機制 搞一個變相公投 就是所謂的玩樂 會浪費很多的公投 搞變相公投 有些人就會反對政府 搞替補機制 為什麼觸動到他們的神經 因為 很多這班人當時 都是支持這個公投 是吧 你去搞他們 我們以後就是 不能這樣玩 但問題是 你要的東西 不是要個 這麼愚蠢的變相公投 坦白說 這件事都決定失敗 因為 你變相公投完之後 你算回去 有沒有要出行 那你怎樣呢 我又看不到變相公投之後 還有 抑文 大舊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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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長毛 梁家傑 梁家傑 陳淑莊 進去 整個政局的影響是零的 即是沒有影響的 只不過有班人 所謂公投派 有班人叫做 所謂公投派 有班人叫做 所謂公投派 是吧 這樣 我覺得 你 你要的東西是要公投 是 公投 你應該要這樣 是吧 我想說 我想起 無論你說國民教育 甚至是港大最近這件事件 其實都是 你看到 有一種 好像內地有一種做法 就是要削減香港人的民主權利 自由權利 是的 的趨勢 在這裏 國民教育 又說是洗腦 灌輸一些 既有的價值觀給你 即是國民身分認同 你這個 泰保機制就剝削你的 保選權 這個 港大事件 就削減你人採訪自由 或是示威自由 其實這幾種東西 都是一種很挑釁性 就是挑釁香港一直以來 即是重視的那種 所謂核心價值 核心價值 核心價值 在年輕的 那個 世代裏面 還是越來越加強 變成你 這兩方面的衝突 一定是會越來越厲害 變成 是啊 但我又覺得 基本上是不成功 如果你說想透過什麼 國民教育 那一定不會成功 根本成功不了 你看到 整個社會有這麼大的 反向 但我私下的問題是 一些所謂的反對者 到底他們是 純粹開派對形式 看到有一個問題 我們要出來反對 我們反了 看保機制 又要駕飛機 或者是你有整套方略 如何去做這件事 我真的看保機制 你走到諮詢會那裏 當然你可以這樣說 現在是被迫的 你開諮詢會便去 但你跟他在這裏衝 你衝完林公公 又如何 我經常都想過問題 你衝那件事 你這些行動 又如何呢 純粹發洩了你 某種內心不滿 更令社會更加不支持你 那些人就罵你 我覺得 以太武諮詢會的情況來看 其實我覺得 如果你想揭露政府 做了那些壞事 例如 怎樣說呢 因為建制法動員能力強 他一早可以預訂了壞 令泛民進不去 你應該揭露這件事出來 你應該可以在外面開記者會 或者找個地方開記者會 邀請記者來 逐點逐點告訴你 究竟這個詢詢過程 有多不公平 這樣就好過 我個人覺得好過 衝進去 因為你衝進去的時候 傳媒就集中在你衝進去門口 那一刻 那個場面是怎樣 其他所有事情 人們都不會記得 而且我經常說 你暴力真的不夠暴力 你真的衝進去 你真的做低了林公公 你真的閹了他 閹割了他 你等著你當年 汪青衛 你為什麼當時 其實原本 你講一百年前 那個叫做 我又不叫他 叫他什麼 辛亥革命 辛亥連一個叫做風波 是吧 原本這件 整個 所謂的革命事件 都已經 已經倒閉了 你想想 孫中山 經常走路 經常不在中國 經常到處去哪裏 那些革命黨 都搞了什麼 當時 汪青衛這幫人 為了挽回聲勢 他們說 不行 我們真的要做低 倒閉幾個官員 就算倒閉不了 你是去放炸彈 你也可以威嚇 他們就倒閉那個 那個像叫做 濕貞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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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甚麼成一塊 甚麼不負仙鏈斗 忍刀成一塊 你待會這樣說 你去衝一下他 又不知做甚麼 我經常覺得不是報不報的問題 你真的不夠報 要不你就做絕點 你真的做了又不想 閹割了 喂 拿他 我們真的成功拿到 他終於成功成為公公 是的 你是這樣OK 但你又不是 你純粹發洩之後就沒用 你整個意義 你不要說我 我覺得反制替貨機制行動真是愚蠢 完全是垃圾 不知為甚麼 純粹是反對 現在你應該要公投 你應該 公投是甚麼意思 你應該宣佈 香港現時的政體 你是不合法的 因為這是一個八百人選的事 你便透過公投 宣佈它是不合法 你又沒有這樣的膽量去做 其實很多事要想 國民教育 我覺得應該要的 國民教育 就是要香港國的國民教育 大家要認同香港 是一個獨立主權的國家 我們是可以和中國保持有許關係 但問題是我們都是一個獨立主權的國家 令到塑造大家對香港有一個國土的意識 我們要捍衛這個國土 不要亂給這些 我覺得沒有問題 有些外邦的人 李克勤、李克強 甚麼都好 有些外國的元首 我覺得沒有問題 我們歡迎他們 但不是讓他們坐樹架一直 不是這樣 你邀請他們來便可以 我覺得你應該有這樣的 建立香港人的人格 香港的國格 所謂的反對者 要有這樣的 空襟氣量、策略 才是好做事 我覺得城市不足敗事有餘 現在我見到這樣的趨勢 大家要爭論 我也是很苦悶 我都覺得有點苦悶 但我看得多 你近期有甚麼興趣 你近期有甚麼研究 近期我在寫一篇 我之前訪問了一些老師 他們怎樣教公民教育 公民教育 有個有趣的發言 不是發言 都是傳媒比較少報導的事實 就是講國民教育 政府推出國民教育科 傳媒鋪天改地 不是可以鋪天改地 很多輿論就說 這個是洗腦的 這個是洗腦的 灌輸一些親中的價值觀 給學生的 所以就應該反對 反對的理由就是因為灌輸 就是灌輸 但是如果你去訪問那位老師 其實 即是你說中學的老師 中學的老師 當然很多人都會反對 即是公民教育科 或國民教育科 都會反對有一個 獨立強制的科出現 但是有趣的發言 就是灌輸都是一個重要的理由 他們是反對 都是一個重要的理由 但不是最重要的理由 最重要的理由就是有兩個 其實一個就是他們覺得 這些國民教育 也好公民教育也好 其實全部都是道德教育 即是一些個人修養 修身的教育 所以你教這些東西 就不應該用獨立的科目來處理 應該是潛移物化 即是在不同的科目裏面 對,不同的科目的心中 坦白說 我們現在中學是否取消了那些編章 是否取消了 編章 沒有的 現在中文科就好像沒有的 其實坦白說 以前我們讀中學 那些不是就是 你說的修身 那些東西 不是就是你讀中文的課本裏面 是嗎 是嗎 就是慢慢在那裏教你 是嗎 很多東西都是這樣的 但是現在是否取消了那些 有些泛民的香港 沒有的 不需要背負 即是考試沒有的 沒有泛民的 其實真的很沒有 真的很怪 其實老師覺得 根本就不需要特地開一科 那第二個理由呢 第二個理由呢 第二個理由 也有很多人說過 就是 因為擔心重複其他科 工作量大 這些問題都是老生常談 這些就不是特別 即是你現在寫著那篇文章 就是整理你那些老師的訪問 那些訪談 你覺得這兩點是最 你覺得比較有趣 比較有趣 其實你問一下 你問我 我覺得你一個國家 其實對孩子有些事情是要灌輸 有些事情真的要灌輸 甚麼意思呢 等於你尿數學 你乘數表 你真的要灌輸 二、一、二、二、四、三、六、四、四、八、二、五、十 你一定要灌輸 有些事情你一定灌輸 你一定灌輸 他去記入腦裡 那你灌輸 你有某些 所謂的 價值的東西 是 是有需要的 你問我 我是認為有需要 雖然我是一個自由主義者 但第一件事 你是否沒有相容 你對我相有點帶 這是像其一 第二件事 非常簡單 你要訓練一個公民 你要在大阻害的 公民就是獨立的 每個公民都獨立的個體 他們二是有權去鑑讀政府的 要自小灌輸它 政府是有問題的 我們每個人都要把眼睛盯著政府 不要讓政府亂來 所以我們國家要憲法 憲法不是只要規管人 而是規管政府 不要讓政府亂來 這些價值是要從小到底 灌輸它 我們政府真是狠居 不要相信它 我們要自己搞定 所以我覺得 灌輸不灌輸也不是問題 是灌輸的內容是甚麼 現在講到教育又是很重要的 其實現在香港是失招的 失了重心 到底香港教育是做甚麼 例如剛才我和一些出版社在一起聊天 我整個系統幫助中學 我覺得很奇怪 老師評估學生 正常的功夫做得不好 你是不是應該有 比如說 創意度12345 給個分 內容豐富度12345 或者學生表達技巧12345 應該是這樣 但不是 有創意度 內容豐富度12445 然後我又覺得很奇怪 那有甚麼意義 有創意 甚麼是有創意 有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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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創意度 另外 有位出版社會堂 是不行的 現在 現在的老師說 現在做功夫 不能給分 給分 沒有比較 就是要教 我也是 我想十年前 有創意 那你有創意 沒有創意 不就更差 要是有要是沒有 求學不試 求分數 現在整個教育香港人 是很怪計 有些事情都沒有問題 你有標準 就給他平 你又怕傷害了學生的 又要小心 是吧 不是 只要你分數的事情 最重要是客觀 雖然有沒有創意 都是很主觀 但其實我們都可以定一個標準 例如 你不是重複別人說話 你自己是創建的 你便有創意 如果你重複了街上說話 你便沒有創意 但是 你也有分 二三五五 要是有 要是沒有 現在整個香港教育 這樣很多事情 不是黑白分明 對 所有的事情都很難 變得客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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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純粹是應酬 你便有創意 這就是 表達內容豐富 你取得的東西便沒有意義 變成你的學生也學不到什麼 即是收到的評語 都幫不到 沒有意思的 是吧 我們今天 就是最主要講講一些 從港大講講一些 教育的政策問題 好多謝 不可以分享這些 作為校友的感受 下星期我們再回來 看看有什麼國事的話題 下星期再見 拜拜